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9号 欢迎来到春晚的讲坛 这是李老师在多伦多给大家分享仲裁经验 这最近十天来 听到多伦多的很多朋友 都说地里面发现了黄瓜虫 发现了日本甲瓜虫 那怎么防治它们呢 在加拿大买农药比较困难 所以防治起来难度很大 但这是我们自家的后院 要种植有机素材 即便有农药也不能买 也不能用 那怎么防治害虫呢 现在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比较好的方法 这就是 Chipanese Beedle Trap 也就是说是捕捉日本甲虫的一个陷阱 这个是今天放上的 我今天的话一口气放了两个新的 因为我在一过月前就放了第一个Trap 这是因为来到多伦多以后 老听种菜的朋友说过 这个多伦多的虫害有多厉害 有多厉害 几乎种不出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呢我就觉得是不是得提前采取措施 所以我就采取措施了 那果不其然 一个月前菜地里面这个没有虫子 一个星期前菜地里面依然没有虫子 但是呢 这个Trap告诉我 虫害的高峰快要来了 因为就在一个星期前突然就开始抓到日本甲虫了 那我们眼前看的这个是一个另外的收获 这个叫月娃 它是地老虎的成虫 别小瞧这个月娃 一个月娃母的它经过交配以后 它可以敞出将近两百个暖 那两百个暖就是地老虎 那小地老虎 它的话是吃这个小苗的根的 一个地老虎 一天晚上出来 咬一颗小苗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的话 这个时候抓到它们 相当于给今后三个月或者明年 抓了几百条地老虎 这就是所谓的预防措施 我们看这个袋子里面 这个袋子 一个月全放的 抓的日本甲虫 大概抓了三个不多 但是最大的收获 是今天逮到了月娃 但这个黄板是我 今天看了以后 发觉这个Trap对月娃很有效 另外加了黄板增加捕捉力 它为什么能抓害虫呢 我们看一看它有什么诀窍 好 先看一下这个外包装 这个外包装 它上面明确写着 Japanese Beetle Traps 就是日本甲虫的陷阱 在Home Depot Rona Canada Tire 和园艺部 都有卖 现在既然重派高峰来了 那大家 大家就可以去买这个Trap来 装上 提前预防 不要等到这个 他们已经这个 唐昏论叫 生了崽子以后 才去抓 那个时候就太晚了 这个也是今天新方向的 抓到了两个业务 金龟子的话 它是网上出来活动 没有抓 没有抓到 但是应该是 能抓到 我们再过去看看另外一个Trap 这个Trap的话是10天前放的 里面已经抓了五六只日本甲虫 剩出一个头来 它的设计非常巧妙 进去以后 它没法逃避的 那它抓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看它的结构 它是黄色的两个塑料片交叉起来 上面挂了一个白白的袋子 这个袋子是一个关键的东西 它叫新油素 新油素是一种激素 就是模仿害虫的性别激素 让害虫以为 它的男朋友在这里 它的女朋友在这里 过来找对象的 一来以后 塑料片是滑的 它歇不住 就往下掉 一掉就掉进 险境里面了 就掉进险境里面了 当我对这个险境它做了改进 因为我发觉它这个除了抓日本甲冲以外 它还有抓业务这个工门以后 另外装了这个两个黄板在上面 果然这个提高了这个捕获力 大家看现在这个业务还在活动 当然有的朋友会问 那放了这个以后 会不会把别家的虫子吸引到这里来 我请你放心 因为做这个产品的人 是经过大量研发的 虫子它的活动有一定的范围 它不是我满天跑的 那也就是说这种虫子 它的活动范围 差不多也就在这三五十米范围内 你不用担心会帮别家抓到虫子 或者把别家的虫子吸引到你这里来 就是应该它还是国人自扫门前雪霸 所以放心的使用 一旦发现这个 有这个流行的趋势 赶快用 这些 这段时间 我觉得就是即将爆发的前去 也是用这个TRAP的一个最好的时机 我这个地理的话 说实话 在最近这两周 多伦多很多朋友都在报道 说有害虫了 有这个日本甲虫 有这个金龟子 黄瓜虫的时候 我地理面是没有发现什么 是这些TRAP告诉我 虫害即将发生 所以我提前挂了这个黄板 挂了Gekunist TRAP 这个黄板大家看一看 上面沾满了苍蝇 这个口不是普通的苍蝇 这就是浅夜阴 造成的危害也很大 危害这个菠菜 所以抓住一个成虫 相当于反映住了几百条小虫 提前预防 我再反复强调一下 再看一下这个外包装 包装里面的出来 它里面配了两个袋子 就有这么样一个TRAP 这边抓到一个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身体健康 种植愉快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击订阅或点赞 你们的鼓励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请点击订阅 wsl刘